请替我写一张帖子 与沈家退亲 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 不依靠别家 我也明明白白 找我的家 走我的路 这天 祖母 该说的我都说了 其他的事情 我眼下确实不知 我不是要问你 既远了你当家 成败对错 就由你承担 不过有一件事 需要你做个决断 是同沈家的亲事 我孙女 祖母 请替我写一张帖子 与沈家退亲 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 不依靠别家 我也明明白白 找我的家 走我的路 这帖子 我不写 我要亲自带你去沈家退亲 这丫头 走 我听说了 芷姑娘当街卖陶服 这黄都里都传遍了 我也听说了 多亏了你家齐儿帮衬 正是个正直人善的好孩子 当年脑袋也定下了这门亲事 没看错人 七哥明年正式要科举 如今正式用功的时候 这门亲事 这门亲事 就算了 老姐姐 今日灯门打扰 本事不该 可我觉得 做人做事 应该有事有终 那日你去庄子上 是碍于情分 可我不能装聋作哑 如今你我两家云女殊途 这桩婚事 不合适 今日我替老太爷做主 收回这桩婚约 我们两家本是嗜酒 是我们沈家 对不起你们 不过是时过尽迁罢了 不过还有一事 当年一婚之时 你家随草帖送到花家的礼物 都被抄没了 如今难以奉还 不必再提了 有债必还 今日花家还不上 未必将来还不起 芷儿 两位长辈看看 可还少了些什么 我田言写了这张欠条 收好 老姐姐 你要丧死我呀 仗是仗 情是情 芷儿 我们不打扰了 你多保重 千万留步 就不容易 �� 芷儿 还不是 我给你听下来 可真是amat 芷儿 我给你着急 前面 摩托 我说 你 我叫做